这怎么静止有个美女都从我走过来了呢 小哥哥你好 你好 我在这边等了半天 反正终于等到人了 我车打不着火了 没电了 你能帮我看一下 没电了 我打了两个救援电话 现在天比较晚了 然后他们都说现在来不了 然后一直在这边等 这就是挺偏的 我也是走了老板店才找的 是的 从那个林子里开了半天才开进来 小哥哥你还是过来露营的吗 对哦 哦 这就是你房车吗 是的 逝去的越野的房车 是的 我太酷了 当我看见了 哦 你还带个小猫呢 是的 你是一个人出来旅行吗 对一个人 我从西藏刚刚过来的 还从云南绕了一圈 接下来还准备去西藏 还去西藏啊 我也准备进到 上次去没玩好 每次还要去看看 你就开着你这辆失去越野房车啊 嗯 太厉害了 嗯 但是西藏我也去过很多次了 哦 我打算后面路线也是要进到 是吧 我妹我这绑不上啥忙啊 我这广会开也不会修啊 进去 哦 他还挺拐的是不 嗯 是的 哎 你这出来自驾多久了 我出来两个月多一点点 你坐坐一会吧 坐一会啊 行行行 那我坐一下坐一下 你这还放两个凳子 我以为你是两个人 哦 没有那个凳子正常放放东西 有小猫会坐在上面 哦 小哥你今天晚上也在这边露营吗 对啊 我特意过来露营了 嗯 那就太好了 太好了好什么呀 嗯 因为我车也打不到火嘛 就是没有人在这边的话 我晚上可能就会比较害怕 哈哈 你是白天过来的是吧 对 我白天过来的哦 本来不打算在这过夜的是吧 本来想走的 然后这部车打不到火了 然后在这边也急死了半天 呵 是这地方挺美 但是晚上一定会很黑 没事 我在这 哦 你肯定是安全的哦 放心 你晚上是搭帐篷吗 我不搭帐篷 我睡车里 这不是越野车吗 里面可以睡吗 对 我这辆越野车改的 自改床这个 所以可以在里面睡 不用搭帐篷 你里面已经改了是吧 对啊 哦 可以去看看吗 可以啊 那必须 行我带你参观参观 行 走走走 嗯 带你看看啊 嗯 看吗 参观一下 哎 这里面还挺舒服的 哈哈 你这里面有电吗 有电呢 里面有五度电 有五度电呢 我的车开七点号五度电 是我那个都是改床的 我之前开的也是一辆木马人 然后没想到可以变成床车 我要知道我都不用买房车了 也是硬派鱼也是不 哦 对 也是木马人嘛 木马人 他改完床车 他比这个空间能小一点 但是你一个女孩子也够睡 是吧 嗯 我看真的挺好的 有电有水吗 有水啊 有水就是自己带的二十五层水桶嘛 哦 我看你这个侧边 帐篷啊什么的 应该都有那个洗澡的东西 哦 对 就是你房车有啥 我基本上也能有啥 哦 玩的不一样嘛 真不错 女孩子啊 还是开房车出来啊 比较安全 这倒也是 哈哈哈 你参观完呢 我管上了哦 啊 要不晚上进门这盖摇我了 我跟你说老妹 其实我也有辆拖挂房车 哦 我知道 那种拖挂房车 哦 你看我后面都在拖车构的嘛 哦 那你这次为什么没把它拖出来啊 因为扯着来大理呢 哦 我带你看看你往前走 哈哈 来来来来 你看 一模一样的 哦 这个就是你的 哦 对 后面就是拖挂 前面就是我这辆腾客嘛 好大哦 哇 你这个车改装的真酷 哈哈 其实房车为什么停大理呢 我在大理弄了一个房车小院 哦 因为全国我都走遍了 也非常喜欢大理这个地方 嗯 我就把房车停大理 然后长期的旅居一段时间 哦 但是我在大理待了两个多月了 也带够了 所以我就开这个前车想出来玩一选 下一站准备去哪 我下一站搁腾送玩几天以后 我打算去瑞地 去瑞丽啊 这么巧 你也去瑞丽啊 对啊 嗯 我的路线就是腾送完以后 可能明天后天我就要去瑞丽 哦 你去完瑞丽是不是也要去西藏呀 对啊 我要上西藏 哎 老妹 那既然俩路线这么一致的情况下 你也一个人 我也一个人 要不我俩结伴一起走啊 哎 老妹 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阿哲 阿哲是吧 我叫大林 大林哥 行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露营 我在这 然后你房车在这边 我俩离得也不远 然后晚上有什么事 你也过来叫我 一般也没啥事 这地方还挺安全的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起来以后呢 你交一个救援 基本上就能过来了 然后打个电 你车就能走了 到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 好 兄弟们 自驾旅行三年多以来 大林还从来没有跟女孩一起结伴同行过 这次来说呢 对我也是一个信的挑战 然后我开的是一辆鹰派越野 他开的是一辆失去的越野房车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结伴到洗澡 走阿里的总线 我先车了 你可以救我 你先车了 我可以救你 这样的话 我们互相也有个照应 那今天我们就组队成功 记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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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